超人特攻隊2 伊夫人一角 竟由台灣狼打造 皮克斯動畫片《超人特攻隊2》 27日即將上映 你知道幕後製作團隊 竟藏有台灣之光嗎? Henna注意眼前這三位 他們在皮克斯工作已長達10年 分別負責不同領域 而這次創造伊夫人角色的幕後工作人員 就是由來自台灣的謝忠穎打造 那他的配音員就是我們的導演 看著第一部電影 然後還有去觀察我們的導演 然後來傳統這個角色 其實謝忠穎大學念的是日文 能進入奪獎無數的皮克斯動畫殿堂 想必經過不少努力 當兵領有兩年的時間 可以好好地思考自己的人生 然後覺得往後看 我實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有一天突然去書店 翻到了一本3D動畫的書 原本以為你覺得遙不可及 沒想到現在其實已經很發達了 只要你家裡有電腦 幾乎都可以接觸到 就從那裡開始我去找一些 可以去學習動畫的地方 上了一年的課 然後申請這裡的學校 我06年來 然後念到08年的時候暑假 然後來這邊實習 就開始工作 運氣在很大的成分 努力這是一定要 因為這個就不用多說 問他工作期間 經歷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困難嗎 困難 一直都很困難 我們每天早上都要 進那個小的電影院 然後在大影院上 放你做個東西 你的所有的努力 放進去以後 隔天早上你就必須 赤羅羅的在台上 讓大家來省事 你每次進去 也都會覺得很忐忑 比如說 這是你認為這場戲 你認為最好的演技 最能夠表達這個角色 跟故事的演技 但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受傷 有時候導演會說 其實我心裡想不完全是比我還一樣 然後加上工作的時間 像我們動畫不能 大家工作到三星半夜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又加上你 並沒有正確的解答 所以這個合併起來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會是很大的壓力 至於進到皮克斯 需要什麼特質呢 我很喜歡看動畫 然後可以跟各式各樣的人相處 因為我們這邊有各式各樣 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背景 不同專長 我又跟這些人相處 很恰 問到工作十年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面試的時候 我們來到兩個一刻 是從早上八點 interview到下午四個八點 早上八點 對 八小時 然後一看 有十二到十五個 interview的人 到下午的時候 都會有點體力不激 因為是清潔總用 第二集的時候 我放裡面 台灣國習在裡面 像是一個產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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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